而问题就是短线一个最大的风险力 其实不是看联储局的货币政策 你看那些商品价格究竟会不会继续冲上去 昨晚的油价又在创7年来的高位 但是也看到美市那段时间的升幅收件 平时也在说油组 或者美国上面那些烟盐汽供应油上面 未来会逐步增加 其实现在在怕的是冬天 特别是天然气方面会扯高 其实现在欧美市场有些政策 反正去年因为疫情 他们排放那部达了标 放松一点 可以烧煤 烧一些传统能源 确保能源供应量 所以未来一些传统能源价格有机会升上去 但是与此同时的滞藏风险有机会过完冬天之后 其实慢慢舒缓 市场觉得滞藏风险舒缓 所以市况其实不是一面倒地差 只不过美股上面就升了这么多 升了三个季度 或者整个牛市走了七八年 你有个调整空间的意思 短线来说 我想美股关注业绩期多一点 业绩期各别股份 或者会不会有些sector 上面出现一些大的风险因素 关注这一件事 但是如何去控制出现线算 但是论走势上面是在转差的 所以就看你什么位置入市 你一直买美股的 你不需要担心 但是如果我们经常说 在这段时间因为港股差 你才去买美股的话 那就要加倍小心了 因为其实问题就是 那单价就开始走 不代表要跌很多 但是跌一成左右 但是还要看你欠什么股票 你不适合投资主题的话 那就有问题 短线来说投资主题 美股上面围绕着什么 跟港股差不多 是 银行股 能源 主要围绕着这两个sector 但是叫你买这些 不是代表会赚很多 是 可能在说正面的表现 是指数跌下去的时候 是 它们跌得比较少 其实对于银行股 能源股 这段时间已经跑赢了 指数很多 如果硬在这些位置去买 一样有机会输出 所以短线来说 我们其实整天都在这段时间 就是说少做少错 其实没有说错 暂时来说 股票市场上 短线最好是维持观望态度 哦